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海青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我们家家传的过年菜凉盘白菜鸡炸 图中显示的就是我们做这道菜需要的材料和佐料 走地鸡清洗干净之后呢,在一个大一点的煮锅里面把鸡放进去 然后把葱,姜,香叶,桂皮放进去 然后呢,把花椒和大料装在调料盒里 或者是用纱布包起来放进去 加水到和鸡的高度差不多平起就可以 先大火把水煮开,然后呢,把出来的这个沫子呢,打掉 这样呢,出来的汤呢,就比较清澈 然后盖上盖,转小火,煮大概2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炖的同时呢,我们来准备白菜 把白菜呢,洗净,以后呢,像这样把它切成细丝 这里呢,这个白菜丝不需要切得太细 因为白菜丝一煮呢,就会缩水变小 洗干净的香菜,切成两三厘米长的盖备用 大概25分钟左右呢,我们的鸡就炖好了 我们来把鸡肉呢,先取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备用 然后我们用漏勺,把汤里的佐料和一些渣子呢,都捞出来捞干净了 虽然我用的这只走地鸡并不是很肥,但是汤上还是有一层浮油 那为了让这道菜呢,更加清爽不腻口呢,我们最好把这层浮油呢,去掉 那我的办法呢,就是把它放在雪地里面,让它冷却下来 使这层浮油呢,能够凝结,以便取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把煮好的鸡拆了 把肉呢,撕成条状,把一些大的骨头呢,可以去除不要了 这个鸡肉条呢,不用拆得太细,稍微粗一点,这样呢,比较有口感 这一只走地鸡呢,就大概拆出了这样一盘的肉 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在外面冷却的鸡肉汤呢,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看到呢,上面的浮油已经凝结了 我们可以用勺子轻轻的把这层浮油呢,撇出来 浮油撇干净之后呢,我们开火,把鸡肉汤呢,煮开 然后呢,把切好的白菜丝呢,先放进去煮一下 这个煮的过程,一定不要盖盖,一定要开着盖煮 这是我老爸再三地叮嘱我的一个秘诀 他说,盖上盖煮以后呢,白菜的味道就变差了 这个白菜呢,大概煮上两分钟左右吧 我们就把撕好的鸡肉呢,放进去一起煮 还是不要加盖,开着锅煮 等这个汤呢,煮开了,再煮上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夹起来一块白菜尝一尝 基本上这个白菜呢,变软,断生了,就可以关火了 千万不要煮太久,因为这个大白菜呢,煮时间长了 它的口感和味道呢,都会变差 关火之后呢,我们来加适量的盐来调味 因为这是个凉盘,而且呢,口感是比较清淡清爽的 所以要控制一下这个盐量,不要弄咸了 应该清淡一些比较好 好,我们可以出锅,把这些菜呢,装在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等它稍微的放凉温度降低一些 我们把准备好的香菜段呢,夹进去 这又是老爸告诉我的另外一个诀窍 这个香菜段呢,一定不要在菜太热的时候放进去 这样呢,它就会变黑 要省它温度稍微降低一些,再放进去 这样这个香菜呢,就会保持翠绿的颜色 好,我们来个进账,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其实呢,你现在就可以吃起来了 但是no no no no,你还是不应该吃的 因为我们这是个凉盘 我们需要把它彻底放凉 等这个鸡汤呢,凝结,我们才可以吃 吃起来呢,这口感是绝对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最好是过夜,这样让它彻底的冷却下来 然后呢,这个凝结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了 这个时候呢,鸡汤就已经变成了颤颤巍巍的鸡肉冻 好,装盘,开吃 这道菜呢,是我们家家传的 过年年夜饭里必备的一道菜 而且也是正月里宴请宾客一道不能少的凉盘 在老家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呢 我们家都会做上一大盆这个白菜鸡炸 然后呢,从年三十吃到正月 百吃不厌 这个菜呢,要一直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每次吃的时候呢,取出来需要吃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尽量不要去碰它 因为一搅一半呢,菜就比较容易坏 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介绍的这道家传的凉盘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合你的胃口 好,谢谢收看,再见